那扎连换三套礼服 张子怡 周东宇 妮妮三位某女郎同台 都比不上张宋门三块九的小黄冠兄真受关注 而他在红毯上的表现更让人感慨 人红了之后到处都是朋友 果然是验证了黄渤那句话 如果说娱乐圈是名利场 那么红毯就将所有人的咖位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 站位也非常有讲究 从张宋门身上我们能看到娱乐圈有多么现实 张宋门走了两次红毯 先是作为评委跟张艺谋 关景鹏等导演一起现身 大家一起合照时张艺谋站在C位不用说 张宋门和周东宇分别站在两侧 周东宇虽然年轻却是三惊影后 在电影圈的咖位不用多说 而张宋门靠着今年狂飙的大豹 已经能站在张艺谋旁边了 当然他并没有飘 身体不变的关景鹏导演走楼梯不太方便 张宋门主动上前让他搂住自己的脖子 将他搀扶上去 进入休息室时 张宋门和张艺谋走在一起 两个人相谈甚欢 第二次走红毯 张宋门跟志愿军雄兵出击剧组一起走 这部电影全都是老熟人 张子怡和张宋门都是特别出演 这也认可了两个人的咖位 尤其是张宋门的咖位 这一点从大合照的站位也能看出来 当陈凯歌 张子怡 张宋门 星百青 朱一龙 张子峰 陈飞宇等人一起走上红毯时 陈飞宇和张子峰作为小辈 很自觉地站在了最边上 陈凯歌毫无疑问地站在C位 旁边站着张子怡 张宋门原本想往旁边站 却被朱一龙一把拽到了中间 要知道朱一龙刚拿了金极奖影帝 得到了电影圈的认可 可他对张宋门却很尊重 在后台时 张宋门看到陈凯歌导演主动伸手 陈凯歌也主动跟他搭话 还把他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跟张子怡一起拍了张三人合照 就连在那场的时候 张宋门和高业打招呼 从他们的座位上也能看出很大不同 张宋门坐在第一排 高业坐在第二排 座位都很靠前 尤其是坐在第一排的人 要么是张艺谋 陈凯歌这种大导演 要么是张子怡这种电影圈大咖 张宋门能坐在第一排 说明他的咖位直线上升 已经近身圈内一线 张子怡作为三金影后 张宋门、朱一龙等人 站在他旁边还要推脱一番 可他却主动晒出跟吴京的合照 之前两个人合作过两次 01年时张子怡是当红花旦 吴京只不过是刚入港圈的新人 出演攀登者 也是在这次合作后 两个人成为了朋友 娱乐圈就是这么现实 一场红毯暴露无遗 可张宋门展现出的谦卑和谦让 他在红毯上对其他人的尊重 值得所有人好好学习